各位同学好 欢迎大家回到机械设计机构与机电整合设计这个课程 我是源自大学机械系学业梁教授 这个新的章节呢 我们要谈到细部设计的考量 那事实上在细部设计的考量 我们整个的目标跟学习大纲大概是这样 我们在机械设计的过程中间有三个主要的阶段 规格严理 概念设计 细部设计 那规格严理跟概念设计我们都已经讨论过了 那这里我们再就到细部设计的部分呢 基本上我们的产品的所需要的功能 它的设计概念都已经被拟定好 然后它的功能都已经被满足了 所以在细部设计的阶段 我们要进一步的做一些其他的工作 做一些进一步的工作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要建立产品的架构 建立这个product的architecture 那第二个事情呢 是我们要考虑设计的某某性能 像比如说design for X 那这个X呢可能可是制造性 可能是组装性 可能是别的其他的这个考虑 那除了功能之外 那在制造组装等等的考虑 也是在细部设计非常重要的工作 那当然在功能性都满足之后 那这一个产品呢 人因工程的考量 也是在细部设计阶段里头 我们要开始非常注重的一个工作 那最后我们在细部设计的阶段 要建立哪一些细部设计的文件 所以接下来我们才能够进入 产品生产的这个阶段 那这几个题目 就是我们在这一个单元里头 这一章里头所要讨论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从建立产品架构 来开始跟大家做一个讨论 那到底什么叫做产品架构呢 那我们看到就是说 在大家做这个机械设计 或产品设计的过程中间 都一定有非常多的实体的元件 那这些实体的元件常常被组合起来 变成几个模组 变成几个chunk或几个module 那这些所谓的chunk或是module的决定呢 就是我们在做产品架构的决定 所以我们在细部设计的阶段 有一个重要的工作 就是怎么样去建立这个产品的架构 我们怎么样决定这些元件呢 哪些元件怎么样去组合 组合成为模组 成为一个实体的一个群体 那以及这些模组之间 它的交互作用应该是什么 这个也是我们在细部设计阶段里头 一个首要的一个工作 那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到过 模组化设计这样子的一个名词 那事实上模组化设计 module design 在我们生活的周遭 有非常非常多的产品 都是采用模组化设计 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的架构 那到底什么叫做模组化设计呢 那我们看到它的基本的定义 就是说一个模组我们只执行一个或是少数几个功能 一个模组做一个功能或是一个两个少数几个功能 而且模组和模组之间的交互作用 模组和模组之间的界面 它的定义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在这个投影片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最典型最典型的模组化设计的例子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桌上型的电脑 那我们桌上型的电脑呢 基本上会有四个模组 比如说我们有我们的电脑的主机 有电脑的荧幕 有电脑的键盘跟滑鼠 那这四个模组啊 每一个模组都只执行一个或少数几个功能 比如说它的键盘跟滑鼠 就是做一些键盘的输入 滑鼠的输入 那它的荧幕呢 就做一些资料的显示 那主机当然做一些运算通讯的功能 所以一个模组只执行一个或少数几个功能 然后模组和模组之间的界面定义也非常非常清楚 那当然这些模组啊 多半都是直接连接到我们的主机上 那例如说我们的荧幕要连接到主机上呢 那就非常标准的这个这个RGB的界面 或者说现在有这个HDMI的界面 那比如说这个滑鼠连接到主机上 现在都是用USB的界面 比如说我们的键盘连接到主机上 就有一个标准的键盘的PS2的界面 而且除了它的界面的硬体 是很标准化很清楚的定义之外 他们所用的通讯的方式 通讯的协定也是很标准化 很清楚的定义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标准的 很常见的一个模组化设计的一个架构 那相对应于模组化设计 那模组化设计当然有非常非常多的优点 那模组化设计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优点 就是每一个模组的设计 每一个模组的修改 都是可以独立进行的 那因为它可以独立进行就有很多的好处了 比如说如果我们的产品要做升级 要做修改 或者说少数的几个零件要做更换 甚至我们要建立产品的多样性 比如说有初级的进阶的产品 有比较高级的高阶的产品 那我们都可以很容易的用增加或是减少模组 来达成这样子的目的 那最后我们做的元件 也可以做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处理 那例如说刚刚前面提到的电脑这样子的产品 比如说它的滑鼠 比如说它的键盘 比如说它的荧幕 都是一个蛮标准化的一个元件 所以不同厂牌的滑鼠 不同厂牌的键盘 荧幕 都可以互相做搭配 那这些都是一个模组化设计 在产品开发上的一个好处 模组化设计在我们的产品开发的 分公看管理上 也有非常重要的优点 因为如果这个产品 有非常好的模组化设计之后 每一个单音的模组 就可以交给不同的设计的团队 去做开发 那只要他们的界面 有很清晰的定义 很清晰的一个硬体 或是软体的一个界面的定义的话 最后做出来的产品 它要整合起来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模组化设计 对产品开发和管理 也有非常大的好处 相对于模组化设计 有另外一种设计架构 叫做整体性的架构 也就是说Integral Design Integral Architecture 整体性的架构 那整体性的架构 就相对于模组化架构 当然就变成一个实体的群体 一个module 一个chunk 它会同时执行 好几个不同的功能 或者是说好几个 好几个不同的群体 结合起来只执行 共同执行一个功能 那这样子的架构 这个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 那就定义就会比较不清楚了 就很难做清楚的定义 整体性架构 我最长最长举的例子 就是大家在大学课堂里头 常常看到的课桌椅 那这样子的课桌椅 在几乎所有大学的教室里头 我们都看到这样子的课桌椅 可是这一个课桌椅 它事实上有三个功能 哪三个功能呢 当然它要有一个桌板 在这桌板上 我们可以放置东西 写笔记等等 当然它要有一个椅子 那最后像在这个图里头 这个照片里头 它在椅子的下面 事实上有一个置物柜 那这个课桌椅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整体化设计的例子 在一个模组 一个硬体里头 同时有这个桌板 有座椅 有置物柜 这三个功能 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整体性架构的一个例子 那但是如果我们想象这样子的一个课桌椅 如果我们要改成模组化设计的话 会不会比较好呢 如果我们要改成模组化设计的话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专属的桌子 我们要有一个专门的椅子 我们还有一个分开来独立的一个置物柜 所以原来的很简洁的整体性的架构 就突然要变成三个模组来取代 所以整体性架构跟模组化架构 事实上在我们不同的应用 不同的目的的时候 不一定是什么样比较好呢 好 像我个人就觉得 这个教室里的课桌椅 显然整体性架构会比模组化架构 要更好一点 更适合一点 那整体性架构 它当然它有它的优缺点 它的缺点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在设计的过程中间 或者是说在后续的这个维护 像这样子的过程中间 如果我们要修改 如果我们要更换某一项元件的话 它可能会严重影响到其他的元件 而随之需要做大幅的修改 例如我们刚刚的客桌椅的这样子的例子 那如果只是它的这个置物柜 有点损坏 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单纯的去更换置物柜 而要把整个桌子椅子 置物柜整个一起做更换 那这样当然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方式 相较于模组化设计 我们只可以只单一的更换某一个元件 整体化设计 整体性的设计在这里比较不好 那但是整体性的架构 它整合了不同的功能在一个模组 在一个群组里头 所以它对于缩减产品的尺寸 把这个产品的这个尺寸把它降低 然后把产品的功能性把它提高 在这个方面事实上是有帮助的 所以在细部设计的阶段 我们已经有很多不同的功能的元件 不同的功能的装置 所以细部设计的阶段 我们第一个比较聚观的思考 就是怎么样把它这些不同的元件 组合成为模组 有一些地方要用模组化的设计 有一些地方要用整体性的设计 所以在这一节里头 我们先跟大家介绍 什么叫模组化设计 什么叫整体性设计 在下面一个小单元 我们会继续介绍 就是说怎么样去建立产品的 这个整体的架构 什么地方用模组化 什么地方用整体化 除非要坚持 每天这个地方用这些梦 还是否创作 最高的ateur 370年 我来这里ס L优优独播剧场 560年 部分調色 221我和安全 ! 440一點 工夫